网友给我留言 小胡子 小米苏七和特斯拉摩托3 这俩车该如何选择 随着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更优秀一些 而且又担心小米苏七的质量 没有特斯拉摩托3的好 小胡子你给说一说 它俩差距有多大 还有小米苏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 以上就是一位网友的一个留言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的网友朋友们 这两款车子如果让你重新选择 你会选哪一个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有一点肯定的是 小米苏七的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系统体验上 俩车对比一下 小米苏七绝对是不如特斯拉摩托3好用的 小米苏七这一块还需要再继续优化和调教 建议大家买第二代的小米苏七 也就是更新优化完混贷完之后的小米苏七 因为特斯拉它这个辅助驾驶芯片 使用的是特斯拉历史最强的 SW4.0芯片 升级主要是进入在 FSD芯片和传感器结构 为什么说这款芯片是特斯拉历史最强的呢 因为它的算力是特斯拉之前芯片的5倍 算力达到720 像素达到500 提升了4倍之多 而小米苏七匹配了英伟达的芯片 算力是254 即是四驱斑门 匹配两块英伟达 也算力才508 并且实际开启的对比呢 也是特斯拉体验更好一些 所以辅助驾驶体验绝对是特斯拉更优秀 但是除了辅助驾驶这一块小米苏七开起来的隔音 静音 太照风照 控制的要比特斯拉摩托三好太多 包括底盘舒适性 也要好太多 你别看这个特斯拉摩托三前面用车双层门玻璃 那也控制也不是特别好 特斯拉摩托三简直太硬了 大家都知道特斯拉摩托三操控好 但是小米苏七操控也不错 至于你说的定价啊 苏七绝对不会低于20个W 定价会和特斯拉摩托三差不多 首先最主要的电池成本放在那呢 我们对比一下小米苏七分别用的是73度和101度的一个电池 而且特斯拉摩托三用的是60度78度的电池 所以电池的成本呢 要高于特斯拉了 所以呢 小米苏七的续航分别为800和668公里 而特斯拉摩托三分别是713和606 所以说电池弹的续航里程也就高于这个特斯拉摩托三 不仅如此呢 小米苏七后驱和市驱分别为2.78秒和5.28秒 特斯拉摩托三分别是4.4和6.1秒 所以说小米苏七有绝对优势啊 悬挂都是前双叉臂 后面是多灵杆悬架 也都是铝合金材质 底盘平整度也可以 实际看起来它俩的操控的都很不错 但是小米苏七的市驱版本 匹配了悬挂软用 调节 高低调节 还有空气悬架 这个呢 特斯拉摩托三就没有匹配 所以看起来摩托三的底盘简直很硬 小米苏七就显得舒服很多了 知道吧 但是这两款车呢 你要说哪个车子更成熟一些 整台车还是特斯拉 特斯拉这么多年更新环带 优化的是非常优秀的 别管不管小米苏七再怎么优秀 你比如还是这个第一代产品 是吧 我建议呢 还是说升级环带之后 优化完之后 然后再去购买小米苏七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